菲律宾连碰两条红线 杜特尔特连夜访华 要和中国谈什么 为何说中国抓住了菲律宾的突破口 各位好 欢迎来到新乐瑞评 他们见山 中国最近的外交十分热闹 可谓是马不停蹄 美国在美债累气 种族矛盾 经济衰退等各方面扎堆爆发的背景下 不得不向中国低头 随着布林肯 耶伦 克里 以及基辛格访华 中美关系逐步缓和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就一定能说到做到 要知道美国可未曾放松 对亚太地区的布局 其中 穿坐菲律宾在南海挑事 也算得上是美国的老套路了 想和中国边打边谈 此前 菲律宾想在南海地区挑衅的 又是与美国联合军演 又是将四个军事基地租赁给美国 甚至还对台湾地区问题指手画脚 在中方强烈谴责后 菲律宾老实了一阵子 此外 当菲律宾农行碰到困难之际 中方伸出援助之手 一口气给菲律宾捐赠了2万吨化肥 为此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直接对外表明 菲律宾一定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如此一来 闹腾了一阵子的菲律宾 也算是安分下来了 只不过好景不长 近期菲律宾外长重提 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甚至菲律宾军方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表示要对南沙附近的 中国渔船清场 显然此举严重破坏了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中非信任基础 当然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美国想和中国边打边谈 但我们也明白美国的最终目标 是想维护自己世界霸主位置 所以美国再次挑动菲律宾 无非就是想在亚洲寻找新的代理人 复刻俄乌冲突 最终坐收渔翁之力罢了 那么在菲律宾连碰两条红线 重提南海仲裁案之际 一位神秘人物连夜访华 根据综合报道称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连夜秘密访问北京 对华做出愿意促进 中非两国友好的保证 在此背景下 得到中方最高利贷 事实上 杜特尔特能获得中方高规格接待 与他在职期间 对中非关系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有很大关系 在杜特尔特在职期间 他不仅将南海仲裁案 判定为一张废纸 顶住了菲律宾内部压力 还致力于推动中非合作 一扫此前中非关系的障碍 当然 杜特尔特这么做 不光是促进中非关系 进一步稳定 更是想要保住菲律宾 此前他就不止一次提醒过小马克思 一旦中美爆发冲突 菲律宾将会被迫卷入其中 不得不说 杜特尔特的想法 拒之在里 毕竟 无论从距离 还是实力方面来说 菲律宾都是比较好拿捏的那个 显然 菲律宾内部的变数 中国恰好抓住了 这一次 中国算抓住菲律宾的突破口 杜特尔特在这种背景下 秘密访华 也是努力借助自身影响力 希望点醒小马克思 不要重新走回阿基诺三世的状态 与此同时 这也是中国留给菲律宾的机会 这与中非关系之后 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那就得看杜特尔特回去之后 如何说服小马克思了 简单来说 如果能劝说成功 那么就是皆大关系 如若不能 菲律宾重新成为 美国挑衅中国的马前卒 那么中国必然会采取行动 一旦中国对菲律宾采取行动 那就不止 中国对菲律宾采取经济措施 整个南海将会有一场 急风暴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 感谢观看